见过能够折叠时空的虫子吗 它可以把任意2点近的距离缩短为0 心电移动就可以转移任何物体 这一种颗的星球都在它的掌控之中 这天 女孩在路过这颗星球时 突然收到了一则求救信号 信号有点模糊 但说的是人类的语言 在接收到坐标后 它便立刻千万救援 当它进入星球的那一刻 虫子就已经发现了它 女孩看到一艘飞行器 明显已经坠毁 就连通讯器也已不知所终 从横迹上看 驾驶员应该是进入了旁边的山洞 他拿出武器准备去一探究竟 却没有发现 一个时空屏站在洞口悄然出现 山洞里伸手不见五指 还时不时传来奇怪的声音 他打着枪上的照明灯 追寻声音而去 很快 他就发现了外边飞船的通讯器 他连满打开叉堂 很明显 他已经遭遇不测 画面非常模糊 但从声音内容判断 这就是刚刚发射求救信号的家伙 看来这里还存在别的未知生物 他开始害怕想要离开 却看到了更为震惊的事物 这里居然停着一艘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飞船 不仅编号一样 就连自己飞船上的吉祥物也在这里 正让他疑惑之时 一只异形突然出现在手后 来不及惊恐 他刚刚开了一枪 见他没死 又连补出枪 本宽 异形倒地不起 他刚想上前查他 却见怪物又站了起来 这实在太可怕了 他干嘛往回跑去 必须要立即离开这个星球 他刚要启动飞船 却看到前面的飞船突然消失不见 那只异形还在颈椎不舍 但很快就被他打得不见中 很以为能够黯然无恙地离开 刚刚那消失的飞船又突然出现在眼前 很快 爽爽坠落 女孩也彻底晕死过去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飞船的通讯器已经损坏 无法呼叫救援 没办法 他只能去找刚刚那时候蓝色的飞船的通讯器 可当他开始求救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说的话似乘现实 居然就是自己当初在太空时收到的求救信息 他突然意识到说 与此同时 星球外的女孩已经收到了这条信息 她开始飞船来到这个星球 接下来的故事我就不说了 要不然有生之年我都说不完